你是不是不会剪这种双流向风格的波波发呢 来一分钟教会你 离法极线2-3公分 方形零度定出底线长度 完成后向前滑C去脚 剪掉底部2毫米的头发 左右两侧依次延伸即可 方形底线更适合薄紧偏细的顾客 整骨点以下斜向前分线大于45度提拉 采用2-1,3-2,4-3的方式 向侧角延伸 在裁剪的过程中 不能破坏底线设定的程度 斜向前分线向后提拉的法片 可以产生向前的流向 底座大于45度提拉的角度 让底座在产生亮感的同时更收紧 更适合头骨比较扁平的顾客 两侧的方法一致 动作要连贯 思路不能弯 黄金点以下同样斜向前分线 大于45度提拉 与底区做连接 在斜向前分线的过程中 斜度不能太大 太大的斜度容易让侧区重量过低 侧区前侧点以下的区域 直接与后取底线最长的长度做连接即可 两侧的方法一致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侧区在修剪的过程中 首位后高前低 防止两侧挂长 完成后 斜向后分线 法片向前提拉 大于45度 保留底线的长度 让整个侧区形成C型向前的流向 两侧的方法一致 头顶的动感区 大于头皮的水平线提拉 一点放射分线 采用2靠1 3靠2 4靠3的方式 向前侧延伸 头顶的动感区 大于水平线提拉 可以让整个动感区产生柔和自然的飞机重量 防止出现过重的印线 在采点的过程中 要与上一片的导线做连接 两侧的方法一致 刘海的区域在下嘴层定出长度 以这个长度为导线 随头圆依次减至前侧点附近 让整个刘海区域形成强烈的向后流向 完成后吹干做修饰 采用划剪的方式 让整个侧区形成通透自然的外轮廓 同时让靠近脸部的头发 虚实过度更自然 让侧区C型向前的流向更强烈 这是最后完成的效果 你喜欢这款发型吗 如果你喜欢 欢迎双击加评论 谢谢大家